接著來關心農業的消息 宜蘭茶104年的冬春季優良茶競賽結果出爐 三星茶囊括了多項大獎 其中秋淮芳拿下了新品種組特等以及頭等一獎 鄉長黃錫雄今天特別來頒發貶額以及獎牌來鼓勵 並且行銷優質的上將茶 今年度宜蘭縣冬茶競賽 三星香茶農成績斐蘭 囊括多項大獎 其中秋淮芳還拿下新品種組特等獎的殊榮 今年可以做得這麼好就是 剛才四五天的天氣都很順暢 很好天 我們一定要做好的地位 一定要有很好的天使地利的天氣 所以說一萬三十年的基礎以及天氣的配合 才有人做這麼好的地位 我們的做法是做半球型的 那有文山包種茶的清香跟洞頂烏龍茶的甘醇 所以說我們這裡的茶是介於兩者之間 像是清香還有熬溫的茶 全縣來說只有宜蘭縣是屬於半球型的茶區 所以說我們的茶是酒、蝦子 我們都把鍋子都撐住 鄉長黃錫雄說 受到廉價茶葉大量進口的衝擊 鄉內茶園面積由86年的93公頃 到目前只剩18公頃 不過茶農不斷研發製茶技術 並且投入有機種植 使得三星茶的香氣和喉韻 都不會輸給高山茶 當然目前大家都要高山茶 大家去看看 三星現在比賽的地位 真的不一樣 那個烏溫、那個磅 絕對是不輸高山茶 所以說現在我們市民上很多 這個清靠地 因為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警察 就是說我們在地的這個茶 是非常的珍貴 所以希望大家共同來支持 我們在地的茶農 接受我們的茶友漸漸消息 各位朋友 如果大家如果要來支持 我們的修農、茶農的月 大家如果想買這些茶茶 比賽茶、新品整茶茶 大家可以來跟公所聯絡 或是來跟我們這個 豬油三角般聯絡 我們會來幫大家做服務 希望共同用行動來做支持 鄉長進一步指出 三星茶都有生產履歷證明 絕不混雜外來茶葉 更通過農藥殘留等 重重檢測把關 深受消費者信賴 歡迎大家來三星喝好茶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新採訪報導